好,謝謝 其實當初在跟Juice合作的時候 他們要在眼鏡上做設計 其實對我來說是很難的事 因為平常我設計的圖是那麼大 眼鏡上能夠發揮的方式是非常小 所以我在想我要怎麼樣 能夠把我的圖的創意跟設計放到眼鏡上 那其實Juice給我一個很好的方向 他說眼鏡其實它是配件 它是可以依照你的心情 依照你的態度 依照你的穿著去做不同的更化 所以我就想說OK 那我可以給你這個眼鏡有什麼態度 就包括五個主要的畫畫角色 它有哪些好的態度 我想把它放在這個眼鏡上 所以我在想當時你的結構是這樣 有一個是往外看的 但是旁邊兩個鏡架是貼著你的腦袋刮的 所以我在想說 對我們腦袋刮裡面需要有什麼態度 時常都被提醒 所以我就把每個角色它的特色放在這一邊 所以現在想馬克可能他就是一個上班主的一個基層人員 所以他會是任命的 他是努力的 對 勤奮的 那往上來這邊 當你在戴這個眼鏡的時候 他會提醒你 好,我現在用這個態度來看待時間 是 所以這五副眼鏡 我就針對了五個不同的特色去把這樣的態度放進去 我也發現其實我這五個小孩本來都沒有戴眼鏡 對 但他們一戴上眼鏡的時候 對,真的感覺、氣質跟造型都不一樣 對 所以我覺得 確實 眼鏡是一個很好的配件 它不再只是一個挑戰施力的工具而已 而且其實眼鏡也是一個很好呈現自己個性的一種方法 對,因為你有不同的造型 你就會有搭配不同的眼鏡 然後給別人不同的感覺 包含連顏色 你都設定了五款不同的顏色 是針對五個角色的特質 五個角色的一些個性 我覺得啦 因為這個角色裡面有兩個是女生 一個是紅色 然後一個是粉紅色 所以你可以讓我們台下的女生了解一下 這兩個角色你從哪一個特質抓到粉紅色 其實粉紅色這款是我漫畫裡面的秘書 那這個秘書其實它是一個 你叫做美女雄大有腦 但我這個秘書它是雄大又有腦 哇 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陡的 怎麼運用自己女性特質的一個角色 對 所以我幫它選擇了一個粉紅色的精光 是 然後它裡面 我配上它的特色是 比如說它是貼心 是 它是溫柔 其實它是非常知道 用女性柔美待面 當作它面對職場的武器 哦 那另外 另外一款比較犀利的紅色這個 是我的女書館 她叫Rita 對 所以我覺得它代表的是 果決 冷靜 犀利 那它是一個女性人型的 對 所以其實它很適合這樣紅色比較熱情 比較厲害的顏色 也是有偶爾一點 對 那所以 針對不同的這兩個女性 是其他不同的角色 對 然後它就選擇這兩個不同的配色的 那對於我們來講 因為這兩個角色不同的個性嘛 可是相對的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有時候需要果決 我們有時候要拿出我們的女性面 我們就可以紅色跟董紅色來做 調配 做搭配都可以 嗯 這也是我設計上的一個明顯舞啊 嗯 而且還有一個很棒的訊息要告訴大家 就是如果大家在我們的GIMS的貴位上 然後你選擇了我們這個非常棒的 設計款的眼鏡 我們還有贈品 嗯 要送給大家 來給大家看一下 對 小選皮帶要送給大家 其實今天我是第一次見到她 一大三 OK 但是我剛剛要過去 嗯 是只要有購買商品的話 就可以拿到你 對 OK 不是說假的 是大家都有喔 對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 你這樣買這個 這次買 我設計的這一款眼鏡 就是這樣 對 對 因為我老公是上班族 因為我對上班族的了解 這個包包最適合 週五吃飯的時候帶出門 那手機啊 皮夾啊 對 電話就可以 你的效果非常好 對 你的效果非常好 好 謝謝馬克 謝謝